涉嫌到涉及洗黑錢的逃亡富翁新西蘭直華裔男子高輝 星期五在東區法院提堂 裁判官拒絕被告的保釋申請 並栽案檢壓後至11月28日再審 高輝日前在內地經洛馬州入境時被香港警方拘捕 結束他兩年半逃亡富翁的生涯 警方正是徵詢新西蘭政府的意願 是否引導高輝回國受審 新西蘭政府有60日時間提出引導要求 31歲的高輝原本在新西蘭北部經營油站 在09年4月向當地Westpac銀行 透支10萬新西蘭元 怎知銀行錯誤入了1000萬給他 雖然銀行即時發覺終止轉帳 並拿回一部分錢 但高輝和他女朋友哈林仍然轉走380萬新西蘭元 即是相等於大約2270萬港元 兩人除積帶和高輝的女兒一起潛逃出國 力藏在香港、澳門和廣東等地 而哈林今年2月回新西蘭時被捕 並在3月接受審訊時否認所有控罪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張淑偉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